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齐国他还是比较强大 比起其他诸侯国 他是比较强大的 而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齐国的北面 山东的北面 今天在河北这一带 当时荣迪这个势力也很厉害 所以他对中原这一国家造成了比较大的威胁 当时这是在河北河南这一带地方的情况 那么在南面 我前面讲了 江汉地区最强的一个国家 就是楚国在那待着 所以这样我们说 当时在春秋早期的形势 北面荣迪这个势力比较强 南面楚国势力比较大 所以这个中原这一国家是一样等于什么 南北 处于一个南北加工之中 对不对 他北面有这个荣迪人对他施加了压力 南面又来自楚国的压力 所以这个中原这个国家 他这个日子就当时不太好过 所以在齐桓公的时候 齐桓公就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就是来怎么样 来减低南北对他的压力 那么这个 因为这个时候当然我们说周天子已经 大概不起作用了 已经是吧 他跟一个小国没什么差别 所以他没有什么 已经没有什么号召力了 所以这个时候 齐桓公 所以他就看准了这一点 觉得现在是全弄无首了 也没 周天子也不行了 周天子败落了 是吧 所以他就打出一个 他就很聪明 打出一个旗号 叫什么 叫尊王朗仪 尊王什么呢 我现在要尊重这个周天子 因为周天子我们说 虽然我们说他已经到东周的时候 就已经不行了 是吧 已经跟一个普通这个小国一样 但是我们说他还有点什么呢 还有点这个历史的这种影响 对不对 因为他终究他过去是一个是吧 天下公主 大家都得服从他了 对不对 那么现在虽然不行了 但他这个名义上 是吧 他还有点作用 所以呢 这个像齐桓公 他就看准了这点 我还得要把这个周天子这个什么 这个旗号 是吧 拿在手中 是吧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我们现在讲的 邪天子以令诸侯 是吧 这种意思 我要借这个 是吧 强国他自己他不说我要怎么样 我要借这个周天子 是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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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压别人 是吧 所以他在打这个旗号 是吧 然后还有个尊王阳医 我们说这个阳医当里也有具体的内容 我们前面不是讲过吗 我们说这个 北面这个戎人很厉害 对不对 不断地往南打 往今天这个河北 河北的南部 河南的北部 是吧 这一带进攻 所以这个我们就必须得想办法就把它顶住 南面就是当是楚国 所以这个时候打这个尊王阳医这个旗号 是吧 我们说他有具体的 阳医就是什么 就是要阳北面的这些农邸 尊王就是用这个周天子的名义来团结或者联合这个中原诸侯 他起这么个作用 用周天子这个旗号 是吧 但仅仅是个旗号 是吧 可以祈祷一点这个心理上的一种这个作用 是吧 联合起来 所以这个齐桓公的霸业 在当时这个主要是起到以下的这种作用 第一就是说从这个周王室到这个郑国 鲁国 他们这一国家 是吧 这一国家 是吧 都发生这个内乱 那么齐国什么 哎 趁这个机会 他起来什么 当个这个合适老子 他起来什么 来这个调解 或者来平息这些国家内部的这些矛盾 让这些国家能够重新这个 这个稳定起来 这样使这个政治生活恢复正常 是吧 所以他可以达到这个什么 他的这个所 号 这个提倡所谓的这个尊王这个作用 是吧 尊重这个王 尊重这个周天子 因为周天子也希望 大家这个各个诸侯国家 是吧 内部要保持这个稳定 是吧 不要老是这个内乱内耗 是吧 第二呢 就是这个 因为当时这个北敌这个势力比较强盛 例如说 在春秋早期的时候 他这个北敌 山戎跟北敌 往南打 打什么呢 打这个当时这个刑国 这个刑国就今天 河北这个南部的刑台 他从这个大概山西北部 河北北部一直 这个军队一直南下 就打到今天这个河北南部 把这个刑国 刑国给打败 另外呢 把这个魏国还给灭掉了 魏国就在今天河南的北部 今天这个灰县的那一带 把魏国给灭掉了 所以这个我们说 在当时来讲 这也是一个很 很震动的一个世界 你想中猴的 中原的诸侯国家 叫华夏国家 像魏国还是个大国呢 他居然被北面来的敌人 就把他这个首都都占领了 后来魏国我们知道很惨 他的移民一共剩下多少人呢 剩下五千多人 后来这个五千多人 魏国移民什么 就往南走 到今天这个河南这一带 算是立足下来 所以他这个国家没有了 他原来这个 在河南北部的这个 老挝都给人端掉了 是吧 所以当时这个 齐弯公叫什么 他就起了什么作用呢 所谓叫做 救行存卫 他就派军队什么 到这个河北南部 例如说去帮助这个行国人 抵抗这个北敌 另外呢 另外呢 他派的军队什么 帮助这个魏国人那个 非常惨的那个什么 他剩下的那个几千个移民什么 就把他们这个护送这个几千人 往南迁 到这个今天这个河南这带来 河南这个中部这带 所以这个我们说在当时这个 很多这个国家当中 我们说这个影响也是挺大的 就是说这个行国卫国是吧 遭遇到这个敌人这个侵犯是吧 他甚至这个国破家亡是吧 但是呢 还有一个齐弯公是吧 这个华夏国家的这个这个君主是吧 他起来可以挺身而出 来帮他们忙 来救护他们 来帮助他们抵挡这个北面来的敌人 那么我们说这个齐弯公就是说这个 他这个功劳是吧 也被这个大家所这个认可 这个功劳应该说也是不小 帮助两个国家 那么 这是 这两个就是这个 他这个攘移的作用 对不对 就是保护了这个中原这个华夏国家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国家安全的问题 对吧 对 那么 到这个 但这个时候我们说 这个南方那个楚国啊 这个 这个是个 比这个北方这个荣帝啊 就更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对吧 1949年是吧 楚国就带了军队就是什么 就去打这个镇 打镇国 是吧 所以当时这个齐国是吧 就是这个纠合了这个宋国鲁国是吧 这一国家是吧 一起去打这个楚 他意思就是要 要这个打掉他的这种 这个是吧 他的这种 这个是吧 他的这种威风了是吧 但因为楚很厉害 往往北 所以把这个镇国可以打败是吧 当时这个楚国当没有像后来那么厉害了是吧 所以他看到这个齐桓公这么准备来这个是吧 联合了北方的这个中国要来这个 来帮了这个镇国是吧 当这个楚国也有点顾虑吧是吧 所以后来齐跟楚国总算是达成的协议 就互相等于说是这个讲和吧 我们就不打了 先讲和 但是呢 当这个我们是这个楚国是吧 我们说他虽然做了点退让是吧 他也让 稍微有点让步是吧 但是他那个态度还是很强 因为他这个实力摆在这儿 他实力很厉害是吧 所以当时 所以这次这个齐国想去这个到南面去 等于是要去这个是吧 把这个楚去压一压 实际上我们说这个 他这个作用没起到 这个楚根本就不太怕这个齐国是吧 所以他这个这个在南面 在北面还行 他就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是吧 把这个行国卫国这总算是是吧 给帮了些的忙吧 但这个楚国南面 他是要想压着压不住的 所以他这个还是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所以我们说这个 但是齐国的这个齐曼公的霸业是吧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吧 我们说他本身他不是很强 他那还不算是当时最强的一个军事强国是吧 所以他主要还是他是通过一个政治的手腕 或是政治方式是吧 来解决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这种矛盾 或者国内的一些这个 他内部的内乱是吧 来解决这些他的矛盾是吧 所以呢 他在这个诸侯当中也起了一个什么 起了一个就是这个 帮助人家这个是吧 解决很多矛盾是吧 这样一个作用是吧 所以这个后来这个孔子 在这个评论这个齐曼公里就说 说齐曼公啊 他九和诸侯 不以兵车管众之力也 说这个 说齐曼公了不起在哪儿 他去这个和诸侯 就是把这个诸侯联合起来 是吧 来显示这个什么 这个华夏这个侯国力量 但是他主要不是用这个军队用武力 所以他不是以这个兵车 不是靠这个 所以从这点来讲啊 我们说这个齐曼公 这个他的霸业 就也有值得肯定的嘛 他是用和平的手感 用现在话说 就是和平的手感 帮助人家去解决这些矛盾 这个也是很了解 这个我们说这个符合当时的实际的 这样一个情况 当然后来这个像这个孟子 后来就不太承认 就是认为 所以说这个管仲跟齐曼公 他起的作用 然后秒不足道 那当然就是另一种看法 是吧 当然这个也是和无事实的 也确实你从另一方面来讲 他确实没期待到 但孔子从这个角度 就是肯定他从和平 用和平的手段 那么这点我们说 这个也是应该值得肯定 下面第二个就讲一下这个靖文公 靖国我们知道在这个春秋初期 在这个列国当中 他还没有什么显和的地位 他不如是像这个正国 像这个齐国是吧 那在这个春秋初期的时候 春秋初年的时候 他就是这个是吧 比较是这个 赫赫有名的是吧 也租中原的这个大的后果 这个靖国因为它偏 它稍微偏一点 它的地位就在今天这个山西这个南部 无非就是什么 就是兄弟之间什么这个 争这个军位 就是争这个 所以就争这个 所以到了这个靖宪公的时候 这个宪就是贡宪的宪 靖宪公 靖国的国士 因为靖宪公这个人是个 在靖国的君主里面是一个 非常能干的一个人 很有才吧 这个人是吧 所以他把这个靖国治的比较好 所以这样靖国的国士 这有了比较大的这个转化 所以这个 在这个靖宪公的时候 我们看见他 他改革 例如说改靖他的这个靖国那个君治 是吧 同时呢 靖国又向外发展 他灭掉了他附近的一小国家 例如说灭掉了一个耿 就现在这个姓耿的那个耿 今天这个山西这个合金这一载 这个耿国 还有一个祸 在今天这个山西这个祸县 还有一个卫 就这个姓卫的卫 在今天这个山西这个内城 那么这几个小国家是吧 都被靖宪公灭掉了 他接着又灭掉一个窩 或者拐这个字 就是这个今天河南这个陕县 还有一个鱼 鱼也就是这个在今天这个山西这个平路 所以我们看这个靖宪公是吧 一下子是吧 他灭掉了他 就是今天山西井内的小国 给他灭掉了好几个五六个 五六个之多是吧 所以这个就说明这个这个靖宫还是很厉害的 是吧 这个在春秋初期的时候 这个不多见 一下子能够灭掉 他周围这么多小的国家 都给他灭掉 同时啊这样 他这个国土啊 他本来我们说这个靖宫是在 在今天这个山西近南 就是黄河的北面 北岸是吧 他因为灭了这个鱼锅以后 什么 他把这个靖宫这个国土啊 就越过了黄河 就占领了今天这个河南这个北部这一载 就黄河边上的这个地方 他这样把这个黄河这个南北的 都把它连起来了 所以靖国所以就开始这个变成一个强大的侯国 这靖宫公死了以后这个 因为当时我们说这个几个儿子要争这个爸爸这个地位 这个是当时家常便饭的事情很常见 你当时也是这个靖宫公死了以后是吧 他那个原来他想立他的小儿子 可是后来他几个老大他几个哥哥又又不同意 所以后来就互相之间就打来打去吧 是吧 那么当时这个 他这个继位的是个靖宫公 是个靖宫公的一个比较大的儿子 是吧 但这个靖宫公这个人不行 不行 后来又是靖宫公 又怀念的怀宫 也不行 所以到了公元前636年 就是说有个公子 虫儿 虫儿 虫就是这个虫叠的虫 儿就是耳高的耳 虫儿 这个就是实现后来我们经常说的这个靖宫公 因为这个靖宫公啊 他那个早年的时候他也很很不幸 他的靖国待不住 这是他的 他爸爸的国家吧 他父亲的这个国家 他待不住 他就流亡在外 一直在外的流亡 流亡在外的长达19年 一直在外的 但这个人我们说 这靖宫公啊 有点像他这个父亲这个靖宫公一样 这个人也是个非常有才干的人 他这个政治手腕各方面 那是比较高明的 所以他用了一批人 也是比较有本事的人 是吧 这个赵衰是吧 胡言是吧 这些人是吧 所以这个郭宇也有说 说这个靖宫公他能够这个在国内是吧 通商宽农 就说这个有利于这个提债 这个对这个商业有有好处吧 有利吧 有利 还有有宽农 对这个农民这个可以这个宽松一些吧 有宽松政策来对待农民嘛 是吧 所以这样就结果什么呢 这个国家就禁国什么 是吧 他说他这个把这个开支很节约 所以他这样 他这个国家就比较富了 是吧 他这个裁员就滚滚而来 是吧 所以最后就实现了什么 这个靖国什么 正贫民富 是吧 财用不愧 就是说他这个内部这个局势很稳定 是吧 老百姓也这个很富裕了 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收支这方面也很好 是吧 就是说这个收入也很多吧 他变成一个强国 那么到了这个公元前六百三十五年 这一年 这个周王室发生内乱 也是这个他这个儿子 几个儿子之间争这个王位吧 所以靖文公派了军队去把这个这个周王一个王子带 把他杀掉了 把这个流亡在外头的周湘王把他护送回国 所以这个当这样子你说这个出品去帮这个周王是干了这么一件事情 这不是白干的对不对 他也有回报 什么回报呢 这个周王因为他自己本来他这个王都当不了了 现在又回去又可以恢复他的地位 所以他也很感激这个靖文公 所以把一些土地就分封给这个靖文公